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说啊 你爱我还是爱她 趁现在喝了酒 什么都不怕 说啊 你心里有什么话 就一次说清楚 别跟我装傻 到底我是你的谁 千百种想法 等你一句话 到底我是你的谁 不要不说话 你会想我吗 爱我吗 你和我和她 关系多复杂 好想安静一下 好想听听你说 心里话 你在等我吗 等我说实话 不要一直跟我说她 别再跟我装傻 赵地 这个数码相机你拿好了 这个是我向张姐借的哦 你可别弄坏了 我告诉你 这次派你去的目的 不完全是为了当她的女伴 另外的重点 是希望你能把斯蒂芬的样子拍回来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了 拜托 拜托 机灵点哦 你归话 会吧 斯蒂芬 这边 您就是斯蒂芬先生吧 我是斯蒂芬的朋友 我叫赵地 你也知道 小小人生个儿子 后妈偏生不出儿子 所以结果起年 叫赵地 你也知道 你对了 我去下洗酒间 哎哎哎哎哎 这样怎么拍到正面呢 算了 待会儿再找机会吧 来 播刀 来 我给你们拍什么来了 来 都有 这都有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你快好了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好 今天还有 今天还有一个 不客气 姐姐 不客气 那我的呢 别的 我忘记买了 你骗我 骗人又不是你的专利 偶尔骗人你不行啊 喜欢吗 小宝 最近有没有再去偷东西啊 现在有人帮助我们孤儿院了 我干嘛还去偷啊 来 那帮助你们孤儿院的 到底是哪里的好心人呢 不能说 她说她为善不欲人知 吃饭了啊 来 志伯 到教室里吃饭去啊 跟姐姐说什么呀 谢谢小宝 谢谢 小姐 快去吃饭吧 丁小姐 很感谢你经常到我们孤儿院来 你看 你每回来 他们多高兴啊 您别客气了 我只是敬绵薄之力而已嘛 真正帮助孤儿院那个无名士 才是最伟大的 是啊 她很了不起啊 要是没有她 我们在孤儿院早就惯了 你了吗 那 之前有来过孤儿院那位高先生 他有常来看小宝吗 有啊 他和你一样 经常来 丁小姐 你和高先生的事啊 我听小宝说的 其实他很希望你继续做他的小保姆啊 没办法 他那个人虽然不坏 可是很难相处 而且多疑又没安心 上次小宝去他家 他还差点把他赶出去呢 丁小姐 丁小姐 每回帮孤儿院的 就是高先生呀 知道啊 没想到那个无名士就是你哦 那结果呢 他不在家 那你最后还是决定 回去他那里上班了 所以 我有部分还是觉得 还好他不在家 真没有想到 这个高峰除了不是坏人之外呢 还是好人中的好人啊 可是我最后人家诬赖我了 他怀疑我偷钱的事情 我怎么也忘不了 小彤 以我人称拜金秀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你应该回去 除了能够替自己攒一笔钱之外 说不定还可以跟他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爱情多好啊 我跟他 不可能 比较起来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斯蒂芬 小彤 我觉得那个斯蒂芬啊 他是虚幻的 可是高峰他是活生生的 你应该好好地把握这次机会 可是我就是忍不下那口气啊 那好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帮你马上就可以原谅他 但是你要是先答应我 你不可以怪吕静 因为并不是他的错 同不同意 好啊 所以说李静先打了高先生 然后高先生跟介绍他到工厂上班 怎么样 这种以德抱怨的大好人 是不是打着兜了都找不来的 那可是 高先生怎么认识厂长的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吧 怪不得 小彤 你干嘛吓死人了你 呀 这花是我刚摘的 送给你 啊 好了好了 记得答应过我的 记得 以后想奶人的时候 我去看看他 看到他就想到了我 听到没有 花谢了 他怎么会突然提醒我不要打人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做什么了 我们就一直聊天呢 他也请我吃饭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那他也没有邀请你当他的女伴 他说他不吃肉 只吃素 这是什么意思啊 到底什么意思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长得很美 只是呢 不适合做大女伴 我也认为不适合 因为他长得真的好帅啊 我怎么够够当他的女伴呢 是吗 有没有拍照片呢 当然有啊 你叫来是 我想办的最好 那快拿出来看看啊 对了 小童 他要抓我转告你 说谢谢你 还说再找时间打电话给你 那个不重要了 相机 你干嘛了 快看呢 等等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电话 其实Steven了 先让我闯口气 怎么样 拍得不错吧 我总共拍了四张 张张秦淑 我总共拍了四张 张张秦淑 你怎么全是背面啊 张帝啊 你以为他是赌神啊 怎么光拍背面啊 哎呀 这不是他给的呀 这些都是我偷拍的 那你怎么不拍正面呢 偷偷的拍 很难拍到正面啊 你总不能让我直接拿相机 去拍人家吧 快 快 害我百惯喜一场 本来以为终于可以见到 我Steven了 可是这还看得出的很帅呀 哎呀 算了算了 这要让秀秀去了 叫秀秀 去哪儿啊 嗯 没事没事啊 算了算了 别失望了 都说了那个Steven不实际了 还是想想你的大好人高先生吧 嗯 如何说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要换一下 诶 等一下 滚轮放在哪里 就放在厨房底下柜子里 怎么又放厨房呢 滚轮应该放在鞋柜出门比较方便拿 拜托 滚轮是清洁用品 当然放在厨房了 更何况滚轮是小阿姨负责帮老板年的 不然你一个人怎么办 好了 哎哟 你这个领带怎么打的 歪七扭八的 干嘛一直看我 我脸上有痘痘 痘痘在哪里啊 你为什么会回来 我为什么会回来啊 我为什么会回来啊 我 这句话是我问的你不用重复两遍啊 哎哟 我是可怜你 不会缝扣子又找不到针线包 西装沾满了灰尘又找不到滚轮 领带打了又打又不会打 反正你没有我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你决定 继续回来当我的小阿姨 是啊 可是我是基于帮助你的立场哦 哦 为什么决定帮助我 因为你也帮助别人呢 你帮助小宝的孤儿院 又帮助李静 在工厂餐厅里面打工 所以我要帮助你 让你每天有好吃的 好看的衣服穿 还有干净地方住 所以先生晚餐想吃什么 嗯 都还好 可以来点有辣的东西吗 哎 你不是不能吃辣的吗 怎么会都想吃辣的了 嗯 又很久没吃了嘛 更何况 这是一种feel 啊先生 什么叫feel啊 谢谢 哎 哎 你还没告诉我什么是feel呢 你还没告诉我什么是feel呢 是真的 没有你我的手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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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 那是你的手牽着我 那时候我们勾一勾尽头 说好一起走到最后 紧紧这双手也算有时有种 不敢再看你回忆被措手 怕眼泪提醒我舍不得 小松 到数一秒钟 坐来一起吃吧 什么 我说过来一起吃 我一个吓人怎么能上桌子吃了 那表示我是主人 你应该要听我的 过来吧 啊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太过 因为曾感受那是你的手 没有你我的手 这是女主人的位置哦 爸爸 我爱谁也能放松 只要迷人的紧紧握着的力量啊 是真的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留下的是幸福没错 因为曾感受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漱冬 你愿意当我老婆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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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当我老婆吗 妈妈 你愿意当我老婆吗 妈妈 你别做梦了 你愿意回来当你的小阿姨 就愿意给你做一辈子饭 更何况 就算你想这样 也要有个追我和谈恋爱的过程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有个客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 他规定一定要带老婆去参加晚宴 我找不到适合的人选 所以我才问你愿不愿意假扮我太太 没吗 就算你假老婆我也不愿意 你听清楚啊 不愿意 喂 我高峰 余总财你好 是 是 你放心 那一天我宁会带内人去贵府拜访 喂 喂 怎么会突然顿讯 你总财的手机号码是几号 小童 小童 丁小童 什么事啊 就帮我拿下手机 查一下余总财的号码 你会不会查 干嘛 干嘛小看我 我当然会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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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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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ffany 应该不过这么巧吧 她应该只是也有一位叫Tiffany的朋友吧 喂 喂 你找了一位 喂 喂 没错 是修修的声音 我的天哪 她居然是Steven 你怎么拿了电话拿那么久啊 先生 你 我怎么 还说你会用 我用就说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我认了 很轻轻放开的同学 你 你 为什么要穿粉红色西装啊 你会最感受 那是你的手 折着我 那时候我们勾一勾尽头 说好一起走到最后 今天这双手 也算有谁有种 不敢再看你回忆会着手 怕眼泪提醒我舍不得 喂 喂 现在怎么样 还好吗 不好意思先生 我不是你要找那个人 那你是谁 你怎么会接电话 我 我身材并不重要了 总之我是捡到这个手机的 没电话 就没宿舍电话了 他是斯蒂芬 没有你我的手 他居然是斯蒂芬 没有心不来过 因为曾感受 那是你的手 借着我 他送我戒指 斯蒂芬送我戒指 第一个送我戒指的是斯蒂芬 天哪 你是说你的老板就是斯蒂芬呢 没想到我的电话前就是高峰 没有想到他会为了救人来到上海 没有想到他会介绍我去拍广告 更没有想到 前日前的烟火就是我跟他一起去看的 那你们就快相认呢 相认 你崇拜斯蒂芬 现在就知道他就是你的老板 人长得又帅又有钱 对蒂芬妮又好 说不定啊你们一相认在一起 就可以马上当上台湾富山的夫人 到时候啊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多好啊 听下来不错嘛 等一下 小彤要是跟了斯蒂芬 那吕靖怎么办 哎呀我不是说吕靖不好 他在我们女工的心中呢 是最佳的男友人选 但要是跟高峰一比的话 这简直就是乌鸦比凤凰啊 所以呢如果要为了小彤的幸福着想 当然要选高峰 小彤你真的会选高峰吗 哎哟你们俩把话题扯得太远了 我我有资格选吗我 我现在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小阿姨 和一个晚上聊天话的朋友 谈谈他怎么选不选呢 再说了就算我知道他是斯蒂芬 我也不会告诉他我是蒂芬妮的 为什么 蒂芬妮是模特 逛着腿长就到我脖子了 如果我告诉他的话 岂不是会让他觉得我一直在骗他 到时候不但连朋友都做不成 说不定连工作都没有了 我再不会找死路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嗯 就 维持现状呗 哎这招高 待在他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晚上呢应用另外一种身份替自己说好话 放长线钓大鱼 哎呀这招实在是太高了 哎小彤今后你要是发达了 千万不要忘我这个好姐妹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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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呦 azi 小彤我在干嘛 谭下雨我在强暴你啊 奇怪 之前亮他那个外觉得挺顺利 怎么知道他在史蒂芬之后 变得这么尴尬 真是悬了 为什么现在看高先生的一举一动 多觉得那么吸引人呢 为什么之前我都没发现呢 看看他那双高人的眼睛 多会说话 还有那高高挺挺的鼻子 引起逼人 最可怕的是他那厚厚的嘴唇 对了 真正严重的杀人凶寂 是他的笑容 太可爱了 他的笑容怎么会这么可爱呀 我真的不应该告诉你 其实我就是Tiffany嘛 如果你知道了 你会对我更好 还是更坏呢 小彤 小彤 有一件事我一直很想告诉你 什么事啊 我喜欢你 真的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等不及了 阿 严重 等一下 不要我去了 不要这样 等一下 你听我说 等一下 不要 救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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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梦啊 不好意思 我刚才睡着了 不小心睡着了 你梦了什么 没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说这么奇怪的梦话 我 我说什么了 还是 我有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你说 至少等谈完恋爱再说 然后就大叫等一下 不要 不要 你是梦了什么 我去煮饭 先生 先生 可以吃饭了 这我会处理 哦 好 我再打电话 我今天没有客人要来 我知道 这七菜一汤都是我特意烧给你的台湾菜 台湾菜 对啊 对啊 你来上海已经一个多月了 已经特别怀念家乡菜 所以我今天特别买了食谱照样做 对了 我还买了台湾最火的珍珠奶茶 你要不要先喝 我拿给你啊 不用不用不用 够了 食谱是我自己掏腰包买的 没有多买菜钱哦 怎么样 好吃吗 这宫饱鸡丁还蛮好吃的 那就好 可是 我做的是酱饱鸡丁啊 反正好吃就好了啦 哦 好 够了够了够了 谢谢啊 多吃一点啊 饿 什么意思啊 饭粒 谢谢啊 过来 喂 喂 雷瑞 找人没有 后天这派对再找不到人会来不及 看样子他一定是找不到人当他的假老婆 如果我现在答应他 应该算是帮他一个大忙吧 可是这种事哪有人自己开口的呢 如果我自己说我愿意的话 他一定觉得我很想当他的假老婆 不行不行 就算他是Steven 我也不能丧失女人的矜持啊 可是 我好像还蛮想要当的耶 无聊 余总才是湖南人 我们就各自进去找 明天中午联络 OK 好 拜拜 先生 我 我 我其实 你怎么了 你今天整天都怪怪的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才不是呢 我只是 只是什么 哎呀 没什么了 真的啊 他已經幫我找到人了 還是無難人 太好了 那你確定他一定願意 OK 明天可以約見面嗎 好 好 那就要你說那個地方 OK 謝謝 好 拜拜 先生 幹嘛 關於你之前問我願不願意當你 家老婆的事情 你要幫我介紹人是不是 不用了 我已經找到人幫忙了 誒 東西掉了我怎麼不撿起來呢 哦哦 是誰願意答應幫忙啊 不關你的事 洗衣服杯 什麼嘛 人家好不願意打應幫忙 小桑 丁小彤 干嘛了 你干嘛一副魂飞魄散的样子啊 没什么 怎么了 你的Steven虐待你了 他对我很好了 很好 那你干嘛不开心啊 他找到人当他的假老婆了 原来是这样 那你应该替他开心才是啊 开心 我真的气得要冒火了 差点没跳到魂魄散去灭火 我今天那么努力的去帮他 结果他就拒绝了我 说找到别人了 我真是气死了 恨不得祖劳那个人不得好死 那个人啊他不会不得好死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介绍女伴的那个人就是我 你说什么 今天刚新生打过来电话了 他找Tiffene是我接的 所以我就告诉他 Tiffene已经帮他找好女伴了 约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见面 女伴谁啊 钟啊 那个人就是你啊 哎呀 舅舅你可支持我 慧智来新温柔姐姐 问中沈一来好朋友啊 哎呀 哎呀好了好了 我的心上可没有问题的 好朋友啊 哈哈哈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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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小松 高先生 玫瑰花 怎么会是你啊 什么怎么会是我 你在这里干嘛 我就是Tiffany介绍那个人 Tiffany介绍的那个红人女生就是你 那你昨天为什么不说呢 Tiffany跟我说是Steven 我也不知道你叫Steven 所以我怎么知道竟然会是你呢 所以你跟Tiffany很熟 不熟 一点也不熟 那你见过他吗 没有 没见过 那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呢 她是我小学同学的表姐 她家隔壁卖面的老孙的远方卖星女 你简单的告诉我 你们的直接关系是 同乡 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同乡 关系这么远 你也愿意帮忙啊 助人呢 帮助别人自己也快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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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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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杯卡普鲜诺 好谢谢 今天好热啊 要是阳光收钱都好啊 夏天我肯定不服 你知道当我的佳老婆 要做什么吗 不就是吃个饭吗 是吃饭 不过是高级西餐 而且我妈在那里过夜 过夜 说过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我对你真的没兴趣 你 嘴巴比屠刀还厉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小姐 请问这个奶油球是免费的吗 是啊 麻烦你帮我多拿几个 好的 你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这个奶油球啊 又香又浓 平时很少吃到的 所以我要多吃几个 林小彤 怎样 你是来当我老婆了吧 对啊 依照目前这个情况 你不能当我老婆 不行就早说嘛 害我白坐这里这么久 喂 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的不可以 不是你想的不可以 你 加奶精的时候呢 要从杯圆慢慢倒进去 你做一次 我最后一点点啊 哎呦 你要是觉得可惜 你顶多用汤匙咬点咖啡进去 然后把它倒到杯子里 绝对不能用甜的你懂吗 哦 哎先生 怎么换你送东西给我吃啊 我会不好意思哎 你喝碗汤给我看 你喝碗汤给我看 好 又怎么了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这样喝汤 拿几汤匙 正确的喝汤方法呢 由内向外 从内向外 从内向外 吃牛排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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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打人了啊 本来挺著名的 都比你打笨了 用刀叉 哎呦 哎呦 这头牛已经死很久了 你不用再杀它了 可以吗 那不是什么事啊 哎 我教你 牛排呢 要一小块一小块的切 一次刚好切一口的分量 一次刚好切一口的分量 懂吗 那我懂 小彤 你超过华尔芝吗 这次能够来您府上做客 真是深感荣幸 想必这位 是曾夫人吧 曾 我不信曾啊 我们不用叫做吧 建议了就轻易一点 这么感人的场面 不拍下来太可惜了 她只是高峰 近来 假扮高台的一个工厂的女工 对吧 来道歉了 我高峰做事实上坚持我自己的原则 我弃全 没有你我的手 相信你的爱谁也拿不走 可是我认得 轻轻放开的痛 绝是真的 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来过 因为最难受 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那时候我们勾一勾尽头 说好一起走到最后 今天这双手 也算有些悠久 不敢再看你回忆回住手 怕眼泪提醒我舍不得 到输一秒钟 就不能再回头 没有你我的手 相信你的爱谁也拿不走 可是我认得 轻轻放开的痛 绝是真的 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来过 因为最难受 因为最难受 那时你的手牵着我 没有你我的手 相信我的爱谁也拿不走 只要你认得 紧紧握着的力量 是真的 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留下的是幸福被错 因为最难受 那时你的手牵着我 因为最难受